上个星期 吉达州大臣穆罕默沙努西就宣布 吉达州政府已经授权一家公司在州内指定的地区开采稀土 而他预计吉达州内一共蕴藏了总值620亿令吉的稀土矿 不过这项宣布 槟城供水机构就发出警告 如果在吉达乌鲁穆达地区开采稀土 将会危害玻璃市吉达和槟城三个州数 420万人的供水安全 这是因为位于乌鲁穆达的供水区 足以供应三个州数70%以上的用水 而且如果山丘因为采矿而异为平地的话 将会带来潜在的损害 可能是永久性的一个风险 关于吉达州政府批准开采稀土这件事 今天也闹上了国会 针对国家土地理事会批准吉达开采稀土的细节和条件 天然资源部长三苏安努亚 今天在国会下医院表示 政府从来没有发出任何开采稀土的准证给任何州数 尤其是在永久森林保留区 同时强调 唯利者将会受到兑付 部长透露政府正在拟定标准作业程序 以规范开采非放射性稀土和处理化学废料 包括涵盖采矿 废料处理和逐步关闭矿生 但是他也强调 这不代表政府已经准备批准现阶段的开采稀土活动